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的了 我们随时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不同的意外 又或者是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 最重要就是懂得应变和处理 而当身体出现状况 而又需要尽快接受急救的时候 在这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极之重要 为了进一步加强紧急救护服务 消防处最近就推出了新的调牌后指引 提供了包括创伤、昏迷、呼吸、躁停、紧失等 32种紧急状况的急救指引 协助保安人士在救护人员来到之前 去帮助伤病者 文龙你没事吗? maidam没事,我这个认识就可以了 那你小心点啦 麻烦了maidam 问大家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身边的人因为心脏病发而突然暈倒 又或者因为受伤而大量出血 除了可以打999召唤救护车之外 大家又知不知道在登救护车的期间 可以为伤者做什么呢? 阿堅,这么远,你是不是在这里吃,为了什么呢? 爸爸,你这么不明白吗?多走十几分钟 吃的东西便宜点,份量又大一点 我们刚刚从深水埗走到太子那里 等一下又要回深水埗 约了孙女,两点钟见了 算起来 吃不够半个小时,我们就要走了 你怕什么?吃一餐饭了,花多久? 都不用半个小时 你们的A餐,还有奶茶 爸爸,你看,碟了多大碟 你们不要这么大声 阿薇,我的餐也到了 老爷,你那个是蒸饭嘛,等久一点 你们今天不是遇到孙女吗? 不是,你明知要花时间嘛 你就是来这里吃的 你见不见我现在就等你了吗? 我吃完就再给你打算 我吃完,我吃完 是不是每天都吃得这么急的? 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怕着看电视 三爬两拨,那些菜再咬一咬两咬 就吞下去了,要吞醒你 老爷,现在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了 行…我有办法 但是他的诏会干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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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II 中家伪可以吗? 老爷,你的脖帮可以吗? 还不I 5 可以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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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吗? 好嗎? 骨落… 行嗎? 喝醋… 骨落… 骨落也行, 行不行… 行嗎? 經哥幹什麼? 他近親了 是 近親, 讓我來 行不行? 好像不行 我做一個方法 師父 打狗狗狗吧 如果大家像片段中的時主 在餐廳看到有人近親 除了可以打狗狗狗報警之外 大家有沒有想過 怎樣可以協助雙病者呢? 不知道? 不如問問消防署的霍Sir吧 你好, 霍Sir 在救護車到場之前 市民可以怎樣協助雙病者呢? 是, Wuby 其實為了進一步加強緊急救護服務 消防署在2018年10月 推出了新的電腦系統 協助消防通訊中心人員 提供調派後指引 當我們收到市民的緊急電話求助時 我們會第一時間派出救護車 然後按照不同類別的傷病情況 向市民提供調派後指引 舒緩傷病者的情況 調派後指引的優點是 可以協助市民 在救護人員到達現場之前 向傷病者提供急救護理 穩定他們的情況 避免他們的傷勢或病情惡化 最重要是 可以挽救部分生命危險的病人 以及避免市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不適當地處理傷者的風險 我們的調派後指引 使用於超過30種的傷病情況 包括創傷、疼失、昏迷、 暈倒、分娩、心跳或呼吸罩停等 分秒必真的急症 而且內容簡單清晰 易於執行 其實當市民遇到片中的情況 除了立即報警叫救護車之外 應該保持冷靜 留心我們調派後指示 這樣就能救人了 霍Sir,不如跟大家做個示範吧 好的,看看以後的示範 例如身邊有人吃東西的勤親 不要吃那麼快 你幹甚麼? 喂…沒事吧?你近親嗎? 不行,我打狗狗狗了 狗狗狗,保安中心 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我哥去吃魚蛋,可以近親,快找車來吧 地址在哪兒? 這裡是翠林村寶林,樓36027 電話多少號? 87654321 你貴姓? 我姓陳的 你等等,我先去消防通常中心 好 消防隊幕陳彥林,請問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我哥去吃魚蛋,可以近親,現在 是,涉發地址在哪兒? 翠林村寶林,樓36027 是,你正在用的電話號碼多少號? 87654321 具體的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 我哥吃魚蛋糞,現在去噴,都呼不出氣 是,999電台還有沒有東西問? 沒有東西問,小郎去做 好,我已經派了救護車來幫你 不要收線,我會仔細地告訴你 接著下來應該怎樣做 不要怕他背部 現在你是不是在他身邊? 是呀,現在他在他身邊 現在他有呼吸嗎? 他有,他有呼吸 他是站起來,坐下還是躺下? 他是坐下的 我現在會給你指引,教你怎樣做 跪在他後面 用你兩隻手臂抱著他的腰 你一隻手握拳 你另一隻手抓住拳頭 然後把拳頭放在他的吐瓷對上 確保在肋骨和胸骨對下 到現在為止,你明白嗎? 明白… 雙手發速用力向內,向上這樣抽入他的上腹 向內向上,好 繼續做,直至他可以趕下為止 知道 如果他昏迷,立即告訴我 知道 他現在說了話了嗎? 還沒有 不要放棄,繼續做 直至他可以趕下為止 他好像抽光魚蛋出來了 他沒事了… 他沒事了,現在做得好 我知道對於拯救心臟突然停頓的患者 每次一分鐘為他們進行徐箭電擊 他們的存活率就會減少7-10% 對了,Wuby 如果市民能夠跟隨我們調拍員的指示 盡早為患者進行CPR,即是心肺復甦法 以及使用AED 自動心臟去戰器,為患者進行練擊 這樣患者的生存機會就會大大提高 消防署一向鼓勵市民學習CPR 以及使用AED機救人 如果市民有興趣學習CPR和使用AED機 可以參加我們舉辦的 激活人心、公眾人士使用AED免費課程 學習相關的救人知識 急救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等救護車到了牆 才幫商者進行急救的話 很可能就會錯過了救人的黃金時間 如果市民想了解多些最新的調派後指引 可以瀏覽消防署的網頁 我現在身處北角長漢街 近駐堡壘街交界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資料 協助地調查一宗發生在2018年 12月10日,星期一 下午一時54分的致命交通意外 而意外是導致多人受傷和死亡 當時一架剛剛停泊在長漢街 近駐堡壘街交界的保母車 懷疑因為未停泊好而向前流 62歲司機嘗試阻止保母車向前流的時候 但是就被捲入車底拖痕而受重傷 無人駕駛的保母車衝過了英皇道之後 撞向稀和街的商鋪 導致多名途人受傷和死亡 警方呼籲在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 下午一時54分 有沒有市民是經過 北角長漢街和禧和街一帶 而目擊到意外的發生呢 如果有的話請聯絡 港島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 第一隊電話是3660-6800-3660-6800 如果大家有上述交通意外的任何消息 記得第一時間通知警方 另外提提有興趣加入警隊的朋友 在1月12日有警察招募日 有興趣的可以瀏覽我們的網頁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5號